哎小帅 好久没见这么巧吗 做齐啊 吃饭了没 要不一起吧 吃饭 一会苏董要请我吃饭 那是咱们著名企业家 跟你啊 没时间 那刚好 咱一起呗 一起 一会吃饭的人呢 都是有身份的 不合适 下次啊 哎苏董 你好 你是小帅 是 怎么麻烦你亲自来接呢 这个不好意思 哎 左总 特意出来接你 来 里边请 哎呀 我现在真没有钱 有钱了一定会给你 催什么催嘛 再催一分都没有 明天再说 啊 哎 你刚才说什么 熊总 我说这次来呢 是想把我们的钱算一下 喂 哎宝贝啊 过往师傅就去看你 这不刚买的别墅吗 怎么还要买 好好好买买买啊 挂了啊 哎 哎 周总 刚才说到哪了 我说把钱算一下 哎 周总 这合作公司太多了 现在账户乱七八糟的 我也搞不清楚啊 但是这钱 总是要还的呀 哎呀 明天再说吧 我还有事呢 我先走 哎 熊总 可是拖久了 会有赔偿金的呀 赔偿金 怎么这种关系 要什么赔偿金啊 免了吧 啊 就这么定了 走吧 先回去吧 周总 熊总怎么突然来了呀 哎 周总 昨天你不是来找我了吗 我搞错了 我以为你是来要账的 结果算一下 你应该是来还债的呀 这事闹着 我是去还钱的呀 那 那我们现在把这账算一下 你不是说明年再算吗 哎 周总 明年再算 这不是有赔偿金吗 你不划算啊 就凭我们俩这种关系 赔偿金就免了 你说的 哎 周总 我今天其实是挺困难的 是困难 才买几套别墅 先笑了 先笑了 我都准备好了 算清楚了 一分不差 谢谢周总 感谢感谢感谢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不知道说什么没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出来混吧 迟早是要还的 谢谢 表姐 表姐 不是表姐 什么意思啊 坐下去 在公司叫我左总 行 左总 你答应我爸给我安排个好工作 你就让我每天给出去按活端插倒水啊 我这都干了一个月了 是不是该升职啊 我让你去跟刘主管学 学的怎么样了 跟他学 他是个屁啊 我要干肯定比他干得好 那你当主管去吧 我什么身份呢 姐 小主管我真看不上啊 那以你这么大的身份 你想干件什么呀 那我最少得干个副总呢 你给我安排个副总 你回去跟我爸也好交代 咱俩回去跟亲戚 那也有面 是不是姐 你连端茶倒水都干不明白 还想要面 想当副总 我离去呢 左琪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让我当副总 第二 我现在就走 但是 我得提醒一下你 我现在走了 你和亲戚不好交代 最重要的是 你和我爸 有个大合同要签 自己点亮着办 小浩 你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舅舅把你放在我这 我和他的合作 还轮不到你来说 行 你就那么说我 你给我等着 你看这帮亲戚 怎么说你 至于你这样的亲戚 不要也 左总 坐 怎么了 公司同事那么多 怎么总叫我加班呢 累了 话牢骚了 我就觉得吧 很不公平 你从学校出来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应该知道 这世界不可能公平 对了 你跟你女朋友是不是快结婚了 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 左总 你怎么来了 你别哭啊你 我跟我妈吵了一架 是因为房子首付的事吧 是啊 他们好不容易同意我们结婚了 但是现在又没有房子 他们又 别着急 我跟你说 我们的房子首付马上就攒够了 还有几个月我努努力 肯定可以的 放心吧 有我呢 你不是说你要拼一拼吗 这就开始发牢骚了 这是你一个月的加班份 啊 左总 那么多钱啊 我要想帮你 总得想个理由吧 一个女孩 决定跟了你 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你想要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可不是光靠嘴说 既然你想负这个责 就一定要学会 付出 我明白了 左总 幸福快乐 左总 我要辞职 怎么了 小浩 我跟你直说了吧 现在外面有公司挖我 待遇特别好 而且 过去就是副总 怪不得 小浩啊 我带你这么长时间 你刚有点成绩就这么干 是不是太早了呀 是啊 是你一直带着我 可那还不是用了你能力吗 不想让我辞职 行啊 给我加工资 反代你 我想听听你涨多少 在我拥有的技术上 至少加一万 而且 给我单独的办公室 工作时间我自己定 小浩 你长本事了呀 敢威胁我了 我真不是威胁你 我给你打个电话 你自己听 喂 苏总 你好 我小浩 苏总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正在跟这边的老板谈离职呢 这样 你现在在那公司好好地做 合作的事情啊 以后再说 好吧 不是 为什么呀 咱们之前不是谈好了吗 我们大股东不同意你过来 据他了解啊 你现在公司的老板对你很好 一手提拔的你 你这样跳槽到我们这来 以后也会跳槽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不放心啊 那你们这不是玩我了吗 咱们讲的好不好的 再见 再见 哎 苏总 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知道错了 方案背调不严谨 拿去改 苏总 我忙着呢 有事吧 走 苏总 我想跟您申请个事 说 就是 我想跟你预支一下下个月工资 这个月不是刚发工资没几天吗 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 那倒不是 是这样啊 苏总 就这个月吧 经常跟我这些朋友出去去 今天刚挺一顿 这个工资就有点不够花 为了几顿酒 一个月工资没了 你这几个朋友靠不靠谱 这酒喝得有意义吗 怎么没有意义啊 左总 你那套已经过时了 就我这些朋友 我一旦有什么问题 他个顶个的好时 特别靠谱 怎么证明 这还要怎么证明 行 我给你打个电话吧 你就放心吧 左总 他应该是开会的 我给这哥们打 昨天我们还一起去呢 这哥们靠谱 喂 喂 这个 干嘛呢 这个 谁呀 我呀 这个 哦 咋了兄弟 今晚有局吗 对 今晚有局 在哪儿啊 我过来 是这样 我找你有点事 兄弟 这不是忙着呢 什么 改天我联系你行吗 这个 我这哥们老忙了 要不我再打一个 要不我打一个试试 也没那个必要吧 喂 喂 在哪儿呢 有声说事 忙着的 吃饭 吃啥饭没空 挂了啊 行 走走 你这些朋友 跟我朋友一样 都挺高冷啊 喂 刚才在停车场 着急扫码 吃饭就省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对 有事 在哪儿 兄弟 别拿酒肉朋友 哺乱了这个 各位 如果你看到这我们的陈总之间 把你看一下 你今天联系陈总 明天我必须见到他 这个合同必须拿下 好的 这个需要你签下字 喂 爸 这个合同我说过了 这里这里必须要改 改完之后再拿给我签字 好 还有 就是前几天咱们约的李总 马上就到了 好像到了 喂 爸 等会儿 通知大家马上开会 喂 爸 喂 卓总 一会儿开会 我稍微迟到一会儿 马上开会了 你干什么去啊 甲方催着要方案 我要去赶一下 抓紧时间 好 早期啊 这次合同谈下来了 下次一定好好宰你一顿 没问题 我接个电话 嗯 好 喂 妈 女儿啊 打扰你一下 能在手机上 给你爸挂个号吗 我们手机上都不明白啊 我爸怎么了 你爸老毛病又犯了 好几天了 你们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联系我呢 这都拖了几天了 这么不让人省心 你爸怕打扰你工作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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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对不起 我这两天太忙了 我现在给我爸挂号 你赶紧带我爸去医院 谢谢你 谢谢 怎么了 主席 没什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父母跟我说话 变得那么小心翼翼 我只是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他们却跟我说 我说的 我说你 我说你 是什么事 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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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